你听说过会吃人的洞穴吗 附近村民为何对此洞避而远之 这里是西丰县的一处大山里 传说此洞会把人和动物吸入洞中 说此洞共有18层 掉进去的动物和人 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出来的 所以村民们都不敢靠近此洞 目前更没有探险者探险过此洞 也没有任何的影像资料 所以今天我们一行八人来到此洞 看看这百米深坑下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整理一下装备 准备下洞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洞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原始锚点 看一下现在由我们大牛哥给大家开线 都是在专业的保护前提下去进行 没有专业的人员 请不要随意模仿 哦好臭 在下面给你死牛腊吧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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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水 拿水 拿水 拿我拿我电话转转下来 在八个人间 水 你 看 现在我已经下到这个第一个平台了 看一下 底下还很深 我的队友已经 到第二个平台 那里是第二个平台 这个平台下去的话 大概有 有几十米 有五十来米吧 现在我已经下到第二个平台 底下是 大牛 底下还有洞的 比较深啊 这个洞还是比较深的 看一下 下面又是一个裂缝 又是一个竖井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 第四个平台 洞下的第四个平台 已经看不到顶上了 顶上已经看不到了 还在开线 这里又继续下去 还是我们那个 大牛继续开线 往下走 现在下来的是 我们小左 还在第三平台 往第四平台降 在下降 我现在已经下到第五个平台 这个又是第五个平台了 从这个地方下来 底下还有 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 继续坐点 往下走 但这个地方不干 这个地方大概只有 十来米吧 从这里下去 现在到达了第六个平台 这个差不多已经到地了 这边是一个盲洞 看一下 这些中肉食还算可以 十损 上面有一些中肉食 还是挺漂亮的 你怎么爬到那上面去了 你怎么爬到那上面去了 有吗 没有了 下面是个小落水包 都做不了了 啊 这鹅馆好白啊 所以说地下一百多米 看一下 从未有个影像资料的 一百多米的地下牲畜 现在 我们已经在准备出洞了 太累了 快要到洞口了 还有大概还有十几米 就到洞口了 看一下底下是看不到 哇 mon帅 谢谢 这个